少年活了54年终于觉醒职业 系统却要求他跟其他所有玩家为敌 别人都转职成亡灵法师刺客弓箭手 他却被系统要求转职成副本中的boss大黑 从此要全年无休勤恳猎杀所有正常玩家 为了让他杀人如切菜 系统不仅给了他比长城还长的血底 还小声提醒这仅仅是条幼龙 这可是全服唯一可以升级的boss 而他天赋更是无解 不但可以直接免疫玩家80%的物理和魔法伤害 还能将敌方的全部属性在压制下降20% 于是在他面前再强的英雄也会悲催变成小步兵 他的技能更是挂中之挂 不但每次冲击必然触发300%暴击 咆哮一嗓子还能把玩家硬控眩晕五秒 眼睛一瞇就能扫视任何副本中所有的隐藏地图和宝藏 可少年却因怕死犹豫了 因为他的印象中所有的boss最终都会被玩家干掉 尤其是他刚刚近距离感受过传说中的高端玩家 零售攻略队的恐怖威亚 他们刚刚通关一个S级副本 随便一个成员都已经90级以上经历四次转职 这是一个刚转职的愣头青凑上来语速飞快 我一直很崇拜零售工会 我是兵法师是稀有职业 可以像王昭君一样硬控 千万可以加入你们嘛 此时一个高级女法师打断他说 别挡路 你去广场找我们负责招聘的人递简历 这是一群愣头青觉得自己也有机会 就纷纷大喊我是弓箭手我是盗贼 女法师不耐烦的说弓箭手去分工会硬挺 盗贼滚一边去别浪费我时间 然后他静一脸严肃看向少年问 你呢 你什么职业 少年愣了一下 他的职业是最普通的战士 在这个世界战士人嫌狗厌 各大工会只会把他们当成肉盾和耗贼 而对方可是本是最牛批的第一大工会零售 他心想莫非 莫非零售工会有大格局 莫非零售有叫无泪不嫌弃自己 于是他想量回答 逼人 战士也 而女法师却转过头一句话都没说心想我都多于问他 直接将他无视了 刚刚的弓箭手和盗贼愣头轻伤心的哭天喊地 而少年也知晓身为武士自己将勇无出头之日 不一会儿弓箭手调整好心态对盗贼八卦说 这次灵兽攻略队来这 是要用转值塔塔顶的传送阵进入副本 而他们要闯的副本 正是系统忽悠少年转值的99级黑龙 黑焰之翼阿托斯 少年觉得这次灵兽一定能干掉黑龙阿托斯 所以迟迟不敢转值成阿托斯 而系统残烂忽悠 说少年击败玩家之后不仅可以霸占掉落的装备 而且击败玩家也可以获得升级 况且少年不用有心理负担 所有玩家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去 而是掉落装备和等级下降 只有等级归零才会真正的死去 系统说少年 如今怪兽肆虐人间 你难道不想得到超绝实力就黎明于水火吗 少年心想我去哪 我是怕打死玩家吗 我特么是怕被玩家打死 你以为我不想当英雄打怪兽吗 但你让我变成怪兽 还好意思说就黎明于水火 系统说小子 我保你的实力能全灭灵兽小队 且灵兽小队掉落的经验 能让你从一级的垃圾战士 直接提升到转值的等级 谁说战士就活该垃圾 你说那小子 然后少年愣了 系统怒了 直接开始倒计时 少年花了三秒钟 回忆了系统的话 发现没毛病 于是大喊一声 鬼就怼谁怕谁 宿主苏阳开始坚韧棒 系统开启 此时摩气森森的副本深处 黑龙阿托斯的眼睛猛地睁开 然后苏阳看到围绕自己周围的 全都是九十级以上的龙族怪物 有暗爪飞龙和龙血怪鸟 还有龙人战士 但苏阳很纳闷 这些怪物不是都很高大的吗 怎么看起来这么渺小 这时有一个龙族法师恭敬地说 尊敬的吴王 您终于从漫长的梦境中醒来了吗 我来个去 我苏阳真的兼认了九十九级龙福报 而就在此时副本入口才来震撼 灵兽工会的主力攻略队 终于传送了进来 而灵兽攻略队从未有过失败的剑 号称不败的神话 那就让我战士苏阳 我不 黑龙阿托斯 好好会议会明白 人类的吊丝却变成史上最强爆大黑龙 谁知他第一次睁开黑龙眼 却看见已经被黑龙抓了一年的精灵族最美的妞 精灵族的妞发现今天的大黑龙不一样 往常的黑龙只是把自己当成龙子里的曲曲当宠物斗 可今天黑龙睁着大眼盯了自己十分钟 他感觉不妙 这条恶龙莫非今天想吃了自己 而黑龙体内名为苏阳的人类灵魂 却看得口中流出口水 他忍不住大 我然够净够辣够味够亮够白够嫩 可他的嘶吼竟使得方圆千里的领地内 所有龙族都颤抖不复在地 苏阳昂起高傲的龙头 知道自己拥有如此恐怖的威压 也只是一只幼年的黑龙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只可以升级的Buff 不然领地内传来剧烈地震 美妙激动地坐起 有玩家来了 终于有亲爱的勇士来为我斩杀恶龙呢 而近来的玩家苏阳认识 那是本地第一大工会零售的主力攻略队 此攻略队号称从无败己 而且队内每个成员都95级以上 职业四转以上 不得不说这个配置功课 飞龙的领地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今天的黑龙却不同了 他体内住进了个人类灵魂 这灵魂还是985院校的高材生 苏阳通过巨龙之眼 将攻略队一举一动进收眼底 攻略小队势如破竹 已经突进了十分之一的路程 战术配合和个人实力均是一流水准 于是苏阳召唤龙祖小弟 让他们速速去招待客人 并嘱咐要奔放些热情线 煞时间战场上 灵兽攻略队有人下出表情包 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家伙 突然像陨石一样从半空砸落下来 来者竟是一只95级的精英怪 龙人战士 灵兽攻略会会长雷山大喊的盾 攻略里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 根本不应该出现精英怪 但灵兽攻略队不会是顶尖小队 98级的圣光大盾是李丹一人 便抗下龙人战士的权力一击 并祭出圣光盾结界 十秒内免疫一切伤害 而暴风射手照明已经一跃而起 至龙人战士头 他提供祭出风暴多重剑 射出的火柱喷涌而出 就像后翼在天上开了一个大 恐怖绝伦的精英怪 竟被他一箭射死 精灵族美妞长须一口气 吓我一跳 还以为你这恶龙有啥高招 原来是派手下去送死 你等着被我亲爱的达力 博步勇士们屠路吧 可苏扬不走平常路 一手就提起一群精英怪 对美妞说你看这是啥 随着他一甩手 六只精英怪像六座大山一样 落在灵兽小队面前 灵兽攻略队全都惊呆地崩溃 暴风射手照明说会长这不对 才刚刚进副本 怎么能来这么多精英怪 要不咱回去吧 会长雷山大喊一声怕个屁 精英怪也打不过我们这些精英 给老子上 于是双方能量激荡冲杀在一起 顿时山谷震耳欲龙荡气回肠 但苏扬也感觉到了不对 本以为他们会知难而退离开 可他们竟然选择硬听道理 六只精英怪应该刚好是 可以和他们硬刚的配置 而精英怪的数量其实无穷无尽 那么这些人类玩家显然 凭什么敢闯这个父母 还敢对我这个终极爆出手 而灵兽小队好不容易打倒了精英怪 却转头朝着另一条路走去 苏扬顿时警觉起来 果然 他们没有继续朝我老巢杀来 定是去寻找战胜我的依仗去了 而他的巨龙之眼 可以勘破副本地图的一切秘密 终于他发现灵兽小队 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山洞 里边有一具人类的骷龙 而骷龙的心脏竟是道具屠龙之心 竟可以无视龙族一切天赋技能 苏扬心想着不等于把握给封印了 于是苏扬不但定站起身 剧烈的晃动把美妞颠得死去活来 美妞看着黑龙阿托斯飞到半空 竟说出奇怪的话 不对呀 还没到处发条件 他怎么会主动出击 原来精灵组美妞其实是个NPC 也是系统给闯关者的奖励 他见过无数次玩家对黑龙的讨论 但从未有过 黑龙在这么早的阶段去主动迎击玩家 此时另一边 暴风射手赵明说队长天机格攻略组把我们坑了 他们提供的攻略和实际情况出入太大 目前我们的补给和装备耐久度消耗远超预期 会长雷珊说淡定别下自己 天机格从不骗人 可另外一个成员说队长罗杂心惊肉体 总觉得此地的Boss要赶来收拾我们 别瞎说 任何Boss都只是NPC而已 傻子才会信他们有智商会自主行动 可这时赵明突然惊恐看向天空 他发现有巨物挡住了众人去 而当他们抬头看 却看见一个比山还大的黑龙 竟是最强Boss黑焰之翼阿托斯亲致 雷珊彻底崩溃了 他的眼睛瞪得快要射出来 我的队长爱 咱们快撤吧 没拿到屠龙之心咋打呀 可队长不服 他祭出最强威能 他好愤怒 好像今天老天爷一直在处处针对自己 给我狠狠地打 只要宰掉黑龙 金钱装备女人要多少老子给你们多少 而苏杨抬头瞅了瞅 自己比城墙还厚的血条 竟然一个没忍住 无耻地笑了 人类的屌丝却变成史上最强Boss大黑龙 可他第一次睁开黑龙眼 就遇到最强攻略小队来闯关要讨啊自己 可今天的大黑龙 已经被985院校高材生苏杨同学附体成精 于是小队刚进副本就遭遇精英怪一只 刚打死一只就又被苏杨扔过来六只 简直不讲道理 可小队有高招 他们要去一处山洞取下骷髅胸口的屠龙之心 此道具能将龙族所有技能无视 于是苏杨骂了句无耻的人类就从洞穴出发 一秒过后就挡在玩家们面前 他顶着大黑龙的脑袋 却丝毫没觉得自己也是个无耻的人类 可灵兽攻略小队虽然还没拿到屠龙之心 却敢对苏杨摆出战斗姿态 弓箭手照明已经把剑搭在弦上 治愈骑士将治疗光柱聚在水心 圣光顿势将护盾开到最大 最牛的还是灵兽会整那一山 他竟大喊杀黑龙抢女人分装备 苏杨看着楼一般渺小的人类 心里说你们真的好勇 然后一尾巴朝着玩家甩 而在玩家视角下 那尾巴竟像一座山一样大 可爆炸散去 苏杨竟看到废墟中闪出光亮 灵兽攻略小队比想象中的顽强 治愈圣骑士前缘开启神圣加持术 使得队友技能效果增加30% 而在30%的加持下 圣光大顿势里单打开圣光三重节节 为所有队友提供坚固的防护 挡下当当苏杨尾巴的恐怖一击 会长雷珊说根据攻略提示 黑龙只能使用一次龙尾攻击 剩下的全是平面 所以你们把防御撤了 把所有的增益buff都给赵明我俩叠满 然后赵明和雷珊两名输出 周身炫光环绕 能量激荡 就像两颗将要爆炸的核弹 苏杨看着俩人的阵仗喊了声我去 然后用翅膀把自己包裹起来 心想这俩货发起风来还是有点恐怖的 俩人也不愧是心狠手辣的主 一蓝一黄两道炫光 狠心砸像俊俏的黑龙宝宝 可爆炸后雷珊抬头一看 眼睛更大 看见了一生都没见过的吴雨淫雾 原来他们集合全队buff合力一击 竟然只将黑龙的500万生命值 只打掉了1万 但即使这样灵兽小队还在继续输出 苏杨怒了 直接飞起 发出一记巨龙咆哮 其实没有屠龙之心人类玩家 根本无法战胜黑龙 黑龙的天赋可以免疫玩家 80%的物理和魔法伤害 还能将玩家的全属性压制下降20% 而且一技能巨龙冲击能100%触发三倍暴击 二技能巨龙咆哮可以直接硬控玩家眩运5秒 在巨龙咆哮的眩运期间 苏杨一口龙焰土向所有玩家 好朋友再见 好朋友再见 原来没有屠龙之心 就算顶尖的一级攻会 也绝不是黑龙的对手 会长雷珊还是牛批的 他又站了起来 为什么 这不科学 攻略里说boss的血量没到30%就只会平压 为什么他又硬控又喷火 会长雷珊和苏杨此时四目相对 可雷珊心中又燃起希望 因为副本中所有boss在释放完技能后都会僵直 这僵直的一分钟被称为施法后遥 于是雷珊大喊 既然你陷入僵直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可苏杨却张开巨口 大喝一声黑焰吐息 哪里有什么僵直 比刚才更加猛烈的技能竟被释放了出来 雷珊一辈子都没这么无语 好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此时系统提示传来 恭喜宿主 入侵者已经全部被消灭 现在开始进行经验转化 然后所有被干掉的玩家 都被转化成经验塞进苏杨体内 转化完苏杨觉得自己快要被称炸 这一次全灭零售小队尽丧心病狂 获得经验99万 苏杨的战士职业直接从一级升到二十级 而二十级是转值的上限等级 所以多出的经验一出并损失40% 只要苏杨在今天完成转值 极有可能可以利用一出的经验达到四十级进行二转 这次零售小队的装备抱的一地都是 里面有许多钻石阶和国金阶的装备 而国金阶的装备是只有到六十一级三转才能使用的装备 苏杨心想这帮货竟然这么有钱 真是活该被我杀 而最牛的是他竟然还发现了破碎的无界宝石 这是一件镶嵌在装备上后 就能消除使用等级的特殊装备 苏杨当即乐开了花 他准备把宝石镶嵌到一件国金阶火焰大剑上 这样自己就可以一转二十级的石路 拿着三转六十一级才能用的武器在菜鸟村横着走 看来玩家还要多杀才行 此乃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是也 做完一切苏杨的灵魂回到自己身上 可他等级提升太大能量突然从体内爆发 差点把屋子毁掉粗略一算损失两千三百一十二元 都怪你们这些玩家让我损失两千度 看来以后玩家真的还要多杀 接下来我苏杨就要去转职神殿完成转职了 而这个世界玩家很难真正死去 只有等级掉到零才会真的死 经此一战零售工会会长眉山的等级掉到了九十级 而暴风射手照明跌落八十六级并昏迷不醒 他身为一个著名射手 贴身的弓箭现在却在苏杨手里 零售小队此次被钉在了吃入柱上 纷纷凋泪 雷山把所有的恨都归到S级工会天机阁身上 因为黑龙副本的攻略是天机阁卖给自己的 而事实证明副本里情况和攻略没有一点对的啥 特么的这老牌S级工会竟然卖假攻略 他已恨入骨髓 发誓要把天机阁拆了 他眼睛已经瞪得快要射出来 他是史上最强BOSS去伪装成人类参加职业觉醒 可身为无敌大黑龙 他却觉醒了最垃圾的职业 战士 然后他气傻愣在原地 却被路过的零售工会玩家大骂 一只傻狗战士也胆挡路 于是他含怒回到自己的副本领地 变成黑龙本体 地鸟就找到正在闯自己副本的零售工会攻略队 零售工会会长雷山被干掉前怎么也想不到 外边队员的一个嘴见 竟把自己和最精英的队员全部葬碎 可黑龙惊奇地发现 弹掉玩家竟能获得经验升级 而且一次性将自己的战士职业从一级升到二十级 但因二十级是第一次转职的上限 竟还有四十多万经验需要转职后 才能变成新的等级提升 看来别的玩家打怪升级 我却可以打玩家升级 这才是完美的食物链闭环 然后他再次变成名为苏杨的人类 苏杨来到转职广场要进行第一次转职 却听见人们在八卦灵兽工会闯黑龙副本失败 说里边的黑龙boss跟攻略里讲的根本不一样 这条恶龙竟然厚颜无耻偷袭玩家 而灵兽的攻略是从天机阁买的 所以苏杨推断天机阁一定会来黑龙副本 验证自己售卖的攻略是否出了问题 而被自己歼灭的灵兽小队 是人均九十级以上的四转玩家 就已经让自己负的留有 如果人均五转的天机阁再被自己干掉 他忍不住笑出声 你们以为爸爸是大黑龙杀玩家就很快乐吗 爸爸的快乐你们着实想象不到 这是一个名为王妃的卡拉米喊住苏杨 他嘲笑苏杨是垃圾一级战士 可他王妃却觉醒了稀有的兵器法事 他早就看苏杨屌屌的不顺眼 说今天要让苏杨尝尝他在王者农药里学的王昭君的技能 可苏杨那一拳来得太快 根本连残影都看不到 苏杨说这拳二十级战士的功力泥底的注目 王妃起飞大喊 妈妈呀 我升天了 而苏杨再猛也不敢当街杀人 只是把王妃打的血槽只剩百分之五 而这场打斗把神殿转职指引者吸引过来 苏杨说我要转职 指引者震惊了 说我没记错的话你昨天才觉醒一击 今天就达到转职需要的二十级了吗 对于这点苏杨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咋解释 于是只能装酷说前面带路别废话 指引者开始挠补 刚刚他出手的速度和力量应该是有二十级的 难道他是某个神秘家族的二代 或者某个修真财阀的公子少爷 想着想着指引者竟觉得苏杨好神秘好帅 他若立刻求婚 自己也是可以勉为其难立刻答应 这个世界所有玩家都在这个巨大的神像的面前转职 指引者说推荐苏杨选择三星难度转职任务 因为苏杨觉醒的是比较普通的战士职业 而最高的四星难度不能准备需要独自完成 若玩家选择难度而没有通过任务 则将终身无法再次转职 苏杨说了句了解就把手伸向机关 但他却看到转职难度选择矿 竟然有五星转职任务 五星任务名为冷月丛林 不可组队不可使用被赠予和交易的装备道具 看来必须单打独斗 就连靠家族长辈赠送的装备闯关也行不同 最后若通过五星任务将享有神殿的部分特权 苏杨说女人 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五星难度你没给我介绍 还有这个神殿特权是啥 指引者说整个华国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人接下过五星难度 还有那些特权超出了我的权限 只有神殿大祭司知道 指引者心想俺也怕你闯那么高难度的关卡牺牲我 毕竟你是可能要向我求婚的 所以达令 我不 这位玩家我还是建议您选择三星难度去闯关 可突然系统提示音响起 五星转职任务已接收 时间限制72小时 任务地图已发送 原来苏杨在说话间已经选择了五星难度 顿时任务光芒冲天而起 照亮整个神殿 女人 让开 我要去闯关了 不愧是要向我求婚的男人 简直又帅又有气场 还又勇又有破裂 天使的圣剑竟随意插在魔神战场 却没有玩家敢上前拔出 只因他健身的圣火能把三转职业以下的玩家烧成渣渣 可零转职业的苏杨却把他一把抓在手中 原来苏杨捡到消失了百年的无界宝石 凡被此时镶嵌的装备即可无视等级限制随意使用 为了镶嵌苏杨连续购买了价值4000万的打孔石 才在坚硬的圣剑上成功打孔镶嵌 他要一人一剑去闯五星难度的转职任务 而整片大陆已有数十年无人敢闯五星难度 而苏杨刚刚进入任务 就有猛兽扑来 苏杨定睛一看原来是20级的苍狼 这种生物是越级的存在 普通20级玩家普遍单挑不过20级苍狼 可苏杨有神装 使是级装备火焰圣剑与装备 只是轻轻挥剑 小小苍狼便烧成了渣渣 转眼更多苍狼扑来 于是苏杨张开充能屏障防护 觉得是苍狼每一击能击落十几护盾值 但屏障的护盾值却足足有五万 讲真苏杨的装备属实有点一天过头了 尽管一刀砍死十四只 可苏杨觉得离一百只的任务出击关卡还是太办 于是他将尹怪石抛向空中 尹怪石在空中用苍狼鱼喊着 小狼狼你些人各版本 有本事都来咬我 尹怪石效果果然非诚 一种苍狼呲牙咧嘴巨灌 嘴里乌乌拉拉听起来骂得似乎有点脏 然后苏杨右手打开一瓶82年的终极精神药水 可以在两小时内精神力加150 左手拿出70级一次性卷轴火焰袭 仅仅一个卷轴扔出 击杀苍狼的数量就已经超过100 只不过对付这个等级的苍狼 其实只需30级卷轴即可 而苏杨毫无人性 直接拿70级卷轴放烟花碗 可引怪石的后劲有点猛 似乎副本里所有的苍狼都赶了过来 苏杨当即又拿出一卷70级卷轴 而同样的卷轴他竟装满了三个储物炮 干掉灵兽的攻略主力对苏杨的财力简直逆甜 这次他要用卷轴炮弹泥地 苏杨的做法引起了副本中其他玩家的不满 他们先是发现一路上根本没有见到怪 然后一个玩家说自己看见所有的怪都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于是他们说有人不要脸用影怪事想独吞惊艳 奶奶的哥几个这就去给他点爱的耳光教育他一下 刚要迈步他们突然发现天亮 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天亮 那是几十个70级卷轴扔出爆发的冲天火面 仿佛要把整个副本给烧掉 然后搁几个桀骜的人生此刻彻底服了 那啥 搁几个 咱们还是不要妨碍大佬打官 是啊是啊 咱们几个长得挺讨厌的就别露面别现眼了 那咱撤 任务下次再来也不是不行对吧 至此 苏杨彻底完成支线任务 只剩下击杀本地的苍狼王 而在苍狼王洞穴外 有三个沃龙凤厨早早在等待和密谋着 胖子说苍狼王难度有点超标 不过他掉落的苍狼王金和镶嵌到法杖上 可将装备提升到三转以下的最极品 所以搁几个我们一会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风力配合就可以拿下苍狼王了 搁几个激情的密谋着 却看见一个小伙拎着剑哼的小曲走向洞穴 胖子一拍光头的光明顶记上心来 说一会儿我们先这么着再那么着 让这小伙去冲前阵 我们坐收鱼翁之力 你说美哉不美哉 可我龙凤虫们不懂 这小伙哪里是他们心中的冤大党 这决绝是一个大活跌 他身为最高副本的Boss黑龙 却将身体变为人类来闯菜鸟副本 为了闯关成功 他竟在自己副本里秒杀当地最强工会的精英小类 起初只是想捡起这些高端玩家掉落的装备去虐财 却没想到杀玩家竟也能经验升级 他名为苏扬的人类身体 近一次从一级升为二十级 因为二十级是第一次转职上线 所以他单枪匹马来闯几十年无人赶闯 最高难度五星转职任务负 于是他提着捡来的六十一级才能使用的火焰圣经 一路砍瓜切菜 悠哉悠哉的杀到Boss所在的山洞 可洞口却有三个玩家把苏扬当成冤大的 准备在苏扬和Boss打的两败俱伤时 强干掉Boss的经验 再杀苏扬夺装备 可当苏扬对着Boss苍狼王横起到 苍狼王竟立刻进入暴怒状态 实力直接暴涨百分之三十 原来苍狼王感应到自己的副本领地里的苍狼 百分之九十九都变成了冤魂缠绕在苏扬的刀上 苏扬近一个人 差点把苍狼杀绝虎 背后藏着的三个玩家彻底绝望 原本的苍狼王他们三个合力都打过 现在苍狼王实力暴增 他们觉得就算加上苏扬这个幼儿 所有人也都会死 于是他们开始溜溜球 但苏扬不懈的瞥了一眼苍狼王 区区一致二十级的boss小狗子 也敢在老子九十九级boss大黑龙面前发二 然后苏扬指挥了一刀 牛批轰轰的苍狼王变下了线 恭喜玩家完成五星难度转值任务 请速速前往转值神殿完成转值 刚要逃跑的三个卧龙凤厨 玩家惊得差点把眼睛瞪得射出来 苏扬抛着苍狼王金盒就要回去 可胖子却跟在后面问大佬能不能将金盒卖给你 谁知苏扬一剑劈在胖子裤裆前 差点让他断后 你以为我刚才没听到你们密谋想让我当幼儿吗 然后他当着胖子的面一把将金盒捏碎 说老子捏碎也不卖给你 老子好得很 具体有多好老子不告诉你 他说胖子白了个白 他说胖子你换条裤子再出去 刚当那一件 你尿了 至此苏扬心情美丽离开父母 再次看见苏扬 转值执行者惊呆了 这可是最高难度父母 这个男人竟然几个小时就通关了 然后他脸上泛起春光 心想臭男人果然优秀 然后在其手臂上形成了一个橙色转值光环 系统提示转值光环是系统特殊奖励 根据转值难度一星到四星分别为白色绿色蓝色紫色 最低的白色手环可以提升玩家所有属性2% 其余颜色依次递增 紫色竟足足提升玩家属性10% 但苏扬获得的橙色光环 竟然逆天增加属性足足20% 而在橙色光环加持下 苏扬直接从普通战士转直成魔战士 魔战士竟能在近战物理攻击时使用法术 一转后等级能突破20级 所以当初苏扬全间零售攻略队的经验 现在转化成等级 现场能量暴虐简直就像用苏扬的身体在放烟花 最终苏扬的等级停在了34级 苏扬一看再升6级就可以二转了 到此橙色光环的加持还没停 接下来竟奖励苏扬使诗级技能魔刃 系统说魔刃非实体武器 且可以跟随玩家一起升级 苏扬将魔刃祭出 随手一挥便感悟到这魔刃 竟可以随心意变换 而无固定形态 无论白刃战还是放冷剑都极其好用 看到五星难度转职收获这么多 苏扬已经决定 今后的每次转职都选五星 这时东云市转职神殿高级祭祀朝苏扬走来 他说但凡通过五星难度转职 玩家都会自动成为神殿的VAP 所以邀请苏扬去小单间亲密详谈 苏扬一看他长得又狗狗又丢丢 竟突然对亲密详谈有点害怕 转职指引者乖巧退下 心里却哭着说臭男人迟迟不肯向我求婚 马上要被我狐狸精上司拐跑了 两人双手一握 竟直接空间转移到单间 苏扬当即不敢怠慢 眼前女人的手段竟如此神鬼莫测 女祭司开门剑山介绍VAP福利代理 第一每月一千万的工资 第二购买装备物品和享受八折优惠 并享受黑金身份 苏扬惊呆了 且不说一个月的工资 普通人几辈子都花不完 八折优惠更狠 倘若购买一个亿的大件物品 竟能当场立省两千万 然后祭司说苏扬的黑金身份 可以无障碍超过所有面试 加入任何工会 苏扬心想这个女人不懂老子 老子将来怎可寄人理想 老子将来要称王称霸 将来人人见无需称苏扬王 罢了罢了 在称王之前 我还是先加入工会为所 发育一段鲜霸 女祭司直接向苏扬推荐零售 苏扬听得脑袋发懵 毕竟自己刚刚全见了零售的小队 着实心虚 听到苏扬说换一个 女祭司推荐本是唯一一个 可以和零售抗衡的优云工会 但女祭司说只不过 可苏扬说OK就这个吧 女祭司当即马里的帮苏扬理 优云工会入会手续 办完才把没说完的话说完 只不过 优云工会除了你 全都是女性玩家哦 苏扬当即惊呆 而苏扬却不知 自己的同学布雪茜也在优云工会 而且早上苏扬进副本时 顾雪茜还见到了她 优云工会的徐妍当即看出 顾雪茜暗恋苏扬 可随即苏扬就进入了副本 而顾雪茜印象中 苏扬才刚刚觉醒 着实对苏扬在副本中的安全 担心了好久 那么问题来了 在这一集里 喜欢苏扬的女生一共有几个 我是最强弓箭手可弓箭 却被副本里的Boss抢走 谁会料到一个Boss 会在玩家刚进副本时 就杀到玩家跟前 贴脸开大直接把所有玩家送走 然后捡起所有掉落的装备 那头大黑龙 好像有了自己的想法成了精 杀人夺宝箭直脸都不要了 而所有玩家里 只有我掉落的弓箭 是本命半生武器 当初我取下两根肋骨 制作弓箭指挥 和它心意相同 我的神功也确实没让我失望 我开大时的微能镜 和后遗一模一样 从此我因卓绝的实力 享受万千粉丝的瞩目 甚至有人为了追随 我不惜徒步走完半个地球 可现在我没了弓箭 等级也被大黑龙揍得 从95级跌落到85级 我真想死了算了 可我竟看到我的弓箭 被摆上拍卖网 底下武艺 特么的我想不通 副本里的BOSS不是NPC吗 他是怎么登陆玩家的 网络卖装备的 简直脸都不要了 其实卖类鼓弓箭的人名叫苏扬 他身为人类玩家 却觉醒了坚韧的系统 BOSS大黑龙黑焰之翼 阿托斯就是苏扬坚韧的 弓箭手所在的灵兽攻略队 也是被苏扬以黑龙之身拳肩的 而灵兽队员掉落的经验 直接使得苏扬从一级升到43级 甚至拿着灵兽小队掉落的高端装备 当停了最高等级的转职副格 成为几十年来 唯一通过五星难度转职的玩家 所以被转职神殿签约成VAP 然后在选择公会时 心虚地避开灵兽公会 忘选了和灵兽敌对的幽云公会 可这竟下了幽云公会会长林幽云一大挑 因为从成立之初 幽云公会从来不收男性玩家 于是幽云一众小姐妹 开始在群里哇哇乱叫 会长咋回事 不是说不说臭男人吗 刚进来的臭弟弟呢 进来了也不说句话 林幽云想把苏扬剔出公会 却发现对方是转职神殿的VAP 自己这个会长想开除 竟然权限不够 这时有人来报灵兽公会 在黑龙副本被团灭 于是几个姐妹喜出望外看新闻 看着看着竟发现 肋骨弓剑拍卖信息 于是他们眨巴眨巴眼 就是那个叫赵明的人的半身弓箭 对 就是那个爱装插的毒子的 那是他的肋骨 他不可能不满对吧 那我们抬抬价 让他更珍惜他的肋骨咋样 最后著名偶像 弓箭手兼灵兽副会长赵明 在拍卖热度上升中 被所有玩家知道丢了弓箭 不仅自己脸丢尽 而且灵兽公会颜面扫地 还看着自己的肋骨 被一个叫寒冰魔女的人 把价格一个亿一个亿的抬到飞起 会长雷珊嘴里 难难这十四个亿 赵明你的肋骨公会 给你垫了十四个亿 然后雷珊气不过 一脚踢到赵明屁股上 哭个屁 花了老子十四个亿还好意思哭 哥 你快把我尾椎骨踢断了 断了挖出来做成弓箭 去给老子卖十四个亿回来 而这次雷珊领着小队 是来找天机阁麻烦的 雷珊咬定天机阁 卖给自己的黑龙副本攻略是假的 在副本里发生的一切 基本上都跟攻略不一样 尤其是那个包斯乐龙 就像有思想一样 杀人夺宝脸都不要了 天机阁的周太说不可能 我们百年老字号 怎么会贪你们这点小钱 现场天机阁成员 立刻对雷珊开始讥讽 因为他们从心里 看不上零售公会 零售公会成员普遍 只有四转十里 而天机阁统统五转 最终周太为了天机阁生育 提出跟零售公会 再去一次黑龙副本 辨证一下公约是否和现实有出入 这时门口来了一个 周深森森鬼气的人 他竟爆发出恐怖的威压 周太看到零售紧张地 拉开架时准备防御 忙说别紧张 这是总部的大佬陈伦先生 陈伦说周太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去黑龙副本一定要告知我吧 陈伦竟是这片大陆 最神秘的职业死灵法师 也是屋内最高等级115级 他似乎对黑龙副本非常熟悉 也非常上心 要求明天跟周太一起去 亲爱的黑龙 我又要来杀你了 每次收割你美味的灵魂 都让我欲罢不能了 从陈伦的话语来看 他应该至少数次闯过黑龙副本 而且每次都击杀了黑龙 晚上苏扬躺在床上 看着卖完弓箭账户 变成15亿多 感觉有点像做梦 第二天天亮 他的boss兼任系统通知他 天机阁众人将于今日闯关 苏扬心头狂喜 立刻链接boss系统 来多少我收多少 你们以为黑龙还是以前的憨憨报 不怕黑龙力气大 就怕黑龙有文化 杀人多宝 无备起步快在 人类屌丝因为工资太低 兼职当副本boss大黑龙 每天早上给小弟开枣会场 听我说谢谢你和感恩的行 只为小弟们面对凶狠的玩家 依旧能热情的扑上去 屌丝很欣慰自己兼任 boss前大黑龙进入来了精灵族最美妞 精灵美妞之前还敢刚烈的和大黑龙叫嚣 可如今大黑龙体内屌丝的灵魂 只是看了他一眼 精灵美妞瞬间就一个寒颤 咋回事 恶龙的眼神怎么突然变得像一个变态 可恶龙却突然借色转头看向巨龙之眼 巨龙之眼可以透视副本地图 恶龙体内的人类灵魂苏扬看到 今天来闯副本的竟然是一群无转的大老玩家 里面唯一的一个四转玩家是灵兽工会的雷山 看来上次灵兽小队被苏扬全歼 这次雷山是找了大腿复仇来了 于是苏扬对小弟们喊话 哈尔曼 准备接客 然后一大群精英怪干劲满满冲向玩家 口中其喊 挑战自我 尽心制射 超越梦想 勇攀高峰 我帮我帮我罪吧 但苏扬还悄悄给一只跑得最快的龙人派了特别任务 原来玩家都知道这个副本里想打败黑龙 必须找到死去的屠龙勇士身上的屠龙之心 他可以无视和抑制龙族所有的天赋和技能神通 如果玩家知道帮黑龙竞派人偷走屠龙之心 肯定会狂骂无耻狗贼 但现在他们顾不上别的 因为眼前冲过来的精英怪奇声喊着口号挺吓人的 大佬们随便放几招就看得苏扬心惊肉跳 几分钟而已精英怪奇被解决 况且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师玩家还未出手 于是苏扬决定和上次亲自拳肩灵兽小队一样 再次亲自出马 小弟们高喊我的天的阿托斯大人又主攻出击了 另一个小弟说你为什么说用 原来黑龙副本这种秘境是可以反复刷新的 每次玩家闯完之后 副本会再次重启 被杀掉的怪也会重新复活 所有怪物的记忆也会被清零 精灵美妞泛起狐疑 这恶龙第二次主动出击了 这跟之前的那些重复剧情完全不一样了 他竟记得副本中每一次的完整轮回 看来精灵美妞不简单 身上一定藏着诸多秘密 另一边 雷山开始抱怨 看吧看吧 才刚进副本就面临那么多精英怪的围攻 我就说你们天机阁卖给我们的攻略不对 上次就是因为信了你们的攻略 我们灵兽小队在这里才会被全剑 雷山越想越委屈越说越激动 可一直没出手的天机阁死灵法师 陈伦突然回头 杰杰杰 你一直顶纵 是想变成我的人体标本吗 天机阁周泰赶紧打原厂 陈大师请别开这种玩笑 人家零售小队是客户啊 然后周泰对雷山说 攻略有点小出入不假 但你说的上次Boss提前主动攻击 就有点太假了吧 可突然天空乌云遮日 雷山再次看到黑龙提前主动袭来当场崩溃 天机阁众人也立刻惊呆 刚进副本就遇见Boss 这是未免过于离谱 周泰第一时间开启狂暴血脉 生命低于30%时会触发自身防御 和攻击大幅度提升 这是以受伤为代价开启的被动技能 没办法大黑龙的压迫太强 然后一众无转大脑和显神通 各种高超武技和绝杀大招 像不要前世的全都打在苏阳身上 可苏阳眨眨眼 心说这些攻击确实有点老痒了 原来黑龙的天赋减伤太低 先是物理和魔法双抗免疫80% 还能再将面前玩家全属性下降20% 接着苏阳对玩家扫尾攻击 这反倒让天赋得玩家欣慰 尊尊说着咱们慢慢打 黑龙身上有减伤半 这和攻略里说的一样 开场就是扫尾攻击 这也和攻略里一样 也不知是在自我安慰 还是在说给客户零售工会会长雷山厅 苏阳呵呵一笑 心说无知会害死你们的 然后对准后排的牧师和结界师 发动巨龙冲击 牧师傻了 我擦他竟然会切后排 这到底是包还是人 周太提府拼命扛下这一击 心想完了完了 这果然和攻略不一样 看来要赔点灵兽工会情了 与此同时苏阳身后 暗影刺客敲咪咪发动攻击 影刺瞬杀 结果物理伤害一万多 暗影伤害一万多 刺客大呼握槽 这个技能曾经几百万血的boss都能秒了 这黑龙减伤天赋有这么离谱吗 我大刺客秒变挠痒大师 苏阳心说还是我来秒你吧 瞬间刺客护盾变成零 生命值变成一 天机阁众人快疯了 老张赶紧来奶他 幸亏我给他套了个铭刀护盾保住小命 接着苏阳口中蓄起火焰 牧师顿时三关崩碎 这是大招破灭吐息 不是说boss血量低于70% 才会偶尔发动大招攻击吗 可转眼苏阳已用大招 将这片区域变成火海 好在结界是拼尽所有魔力值 发动最后一次大地弩神的庇护所 才将众人小命保下来 此时始终没出手的亡灵法师 沉沦终于动 废物 竟然逼得让老夫出手 顿时他周身鬼气森森 法杖道立竟开始沟通明界 上空明和营绕鬼影活缩 以无意志为以 听从无的召唤 用你的力量来毁灭这个世界 古龙 马尔萨斯 煞内间在这片天地 好像凭空挤出来一具恶龙的骸骨 他周身布满腐蚀的气体 他的身躯竟和苏阳的身体 黑龙阿托斯一样大 开打了开打了 两条巨龙仅仅是 互相问候了巨尼宠杀 巨龙苏阳就和冥界古龙 扭打到一起 他发现对方干巴巴的 一个骨架力气 居然和自己差不多的 于是苏阳朴实无华一记头锤 古龙气急喷出幽冥子虎 王还苍颜 苏阳喷出智阳火焰 破灭吐息 阴阳两股大招火焰剧烈对拼 苏阳顿时凶性大法 拼尽老劲火力全开 居然把古龙烧成灰烬 周太和雷珊惊呆了 这黑龙竟然这么猛 苏阳高傲抬头 像明星在享受聚光灯 可死灵法师陈伦静开始喃喃念咒 再次站起来战斗吧 古龙马尔萨斯 新鲜尸体我有的是 苏阳惊呆了 原来只要有尸体供应 古龙就能不断复射 古龙复活的瞬间就开始攻击 苏阳的血条肉眼可见变短 仅仅挨了三五下 苏阳已经掉了百分之二十血 苏阳心头一紧 慌忙飞到天上 却惊奇地发现 压得着古龙因为翅膀是孤零零几根骨头 居然不会飞 古龙气急于是吐出光球远程攻击 苏阳黑黑一笑 小宝贝 这种攻击怎么可能击中我 就在此时苏阳想到古龙是陈伦召唤出来 然后一人一龙四目相对 尘伦立刻明白苏阳的意思 疯狂喊着马尔萨斯快快回来保护我 古龙慌忙回撤 却被苏阳追上抓住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小宝贝 苏阳竟然把古龙荡成千球砸了出去 这一记古龙千球大法 直接把陈伦轰成残血差点秒杀 原来是周太及时展开技能同甘共苦 分担陈伦一半伤害 同时周太自身减伤50% 才使陈伦没被古龙千球砸死 陈伦经问周太 刺客留词还没回来吗 这一问使得苏阳瞬间惊醒 敌方阵营刚刚的那个刺客不见了 若不出意外他定是去取屠龙之星了 果然不出所料 远处的烟雾中一个人影正在快速逼近战场 天际阁众人都在大呼太好了 刘慈回来了 赢了 原来屠龙之星可以破掉苏阳的黑龙天赋 使苏阳的减伤机制荡然无存 而当那道身影出现 竟然不是刘慈 而是苏阳手下的一只龙兵 然后他毕恭毕竟将手中发光的屠龙之星呈上给苏阳 周太仿佛被雷击了30遍 心里对这个事件骂了50巨娘 那颗屠龙之星发着圣洁的光 苏阳伸出巨爪抓向屠龙之星 优雅而平静 就在这个瞬间 必变突生 检测到不可抗因素 钻石界秘境黑龙堡垒等级即将发生变化 秘境等级开始提升 等级即将提升为星药机 原来屠龙之星竟是黑龙升级的重要物品 但秘境等级提升在这片大陆上 闻所未闻 此刻外界整个城市发生地震 人们看到远处秘境有一道光柱直冲天际 转直神殿大祭司喃喃自语 看来世界要有大事发生了 而秘境内 众玩家又震惊又气愤 那头十恶不赦的大黑龙阿托斯 真的升到了星药机 苏阳查看系统面板 获得新技能净灭火域 这竟是一个硬控群控技能 可将人聚集在黑炎地狱牢笼 反抗则灭杀 更牛的是可以选择将被此技能灭杀的玩家 彻底毁灭无法复活 这简直是在作弊 要知道在这片大陆玩家 无论被杀死多少次都只会掉等级 只要等级没有归零 就会一直复活 不存在真正的死亡 苏阳现在可以说是在不死的世界里 唯一可以掌控生死的神 就在此时刺客留此赶了回来 他说周泰哥我没找到那个屠龙之星啊 他一看苏阳说 啊 Boss撒遍大了一圈呀 他再往苏阳找中一程 有 屠龙之星不就在这里吗 蠢货 赶紧回来呀 周哥放心 一个憨憨NPC黑龙抱好人 怎么可能跟上我的宿路 晚上给我夹鸡腿呀周哥 可他却迎面碰上巨大的龙爪 我去 咋回事 天黑了 周泰听到脑中系统提示 您的队友刘子已死亡 周泰连骂了十句蠢误 领着队员开始逃 眼看传送门就在眼前 可黑龙却比他们先到 堵住传送门的路 周泰彻底崩溃了 喊着哪位大哥来告诉我 他到底是包还是个人 怎么还学会堵路了 苏阳出手就不留情 直接一记大招破灭吐息 天机阁小队人养马翻 纷纷表示这次没死 周泰说都把贵重装备 放进储物袋防止掉落了 认命吧 今天我们都会打在这儿 可陈伦却喊不准收装备 有我在怕什么 这条黑龙老夫曾经杀过千百遍 就算他进阶到星耀又如何 老夫照样能杀 然后陈伦开始召唤亡灵 看着陈伦丧心病狂的样子 苏阳心里说老家伙说得好呀 你那句不准收装备说得好呀 你真是散财童子 接着只见陈伦大发神威 召唤出了一整条冥河的冤魂 就连古龙也再次被召唤了出来 古龙带着冤魂大军杀向苏阳 可苏阳一个甩尾大逼动 再加一个爪子大逼动 就把古龙半截身子按进了土里 可陈伦还是不服放狠话 我们玩家是不死不灭的 这次失败了下次 我买更高端的装备来折磨你 直到将你彻底变成我的亡灵 苏阳心说好好好 你必须成为被我彻底杀死的第一员 然后他寄出新技能静面火域 这场景就像从地面钻出了一个太阳 陈伦被烧得快要疼死 说你等着臭龙 下次见面一定千百倍折磨你 可陈伦在死前 却听见大黑龙说出了人类的语言 他说没有下次了 你会真的死去 陈伦忍着痛心想难道他是人类 他怎么会说话 然后他发现自己的生命归零 却没有在苏醒之地形 而是继续承受着燃烧和身体崩解 在死之前 他终于明白他是真的要死 一切都结束了 被击杀的玩家的经验朝着苏扬汇聚而来 而其中陈伦被彻底杀死 而苏扬魔武士的等级直接来到四十级 达到二转上线 四十级以上溢出的经验损失四成 打了六折 苏扬明白 自己又要去转职了 杀人了杀人了 被玩家拿来练级用的副本boss大黑龙杀人了 在这个世界本来任何boss都是没有智力的NPC 但大黑龙却像个高智商老六一样 三方五次灭杀人类玩家小队 在这个世界玩家死去也只不过是掉些等级 只有等级掉为零级才会真正的死去 但大黑龙却一口火焰将一百一十五级的死灵法师 陈伦烧成渣渣 可一起被烧死的其他人等了一整天 也不见陈伦复活醒来的消息 终于有人推开房门打破陈记 我所有地方都问过 就连天际阁内部陈大师所有的注册痕迹也消失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天际阁高层人为清除痕迹 可陈伦大师本来就是天际阁高层 那么真相只剩下一本 那就是陈伦大师真的 死了 周泰文言浑身哆嗦起来 为什么所有人都被黑龙烧死 但真正被杀的却只有陈伦大师一人 我们对战的那条黑龙boss到底有没有智慧 难道是他主动杀掉陈伦大师而放过了我们 而且 所有的boss都不可能升级 但那头黑龙在战斗中突然升级到星耀剂 是几个意思 而其实大黑龙boss竟是一个叫苏杨的人类玩家 他只是觉醒了兼任boss系统 顶着大黑龙的身份给系统打了份灵宫 打完弓他可又摊窝在沙发上觉得杀玩家夺宝好备 好在每次都可以捡到被自己干掉的玩家掉落的装备 不但有N多史诗级技能卷轴 还有N多药剂和武器装备 这些卷轴基本上都是在低阶副本里一个卷轴扔出就能通关的那种 而最牛的一个卷轴叫风暴雷霆千刃 它的威力相当于无转职业并且能使用5次 要知道这片大陆四转玩家都是一方大王 而雷霆千刃卷轴每一次攻击竟都能秒杀一名四转玩家 而苏扬最满意的武器则是一个新要接的匕首 佩戴时不但可以获得顶级刺客的身份 还能短时间内达到隐身的效果 甚至可以标记目标并从暗处攻击 直接爆发三倍暴击 这简直是蓝灵王和阿科的合体 而苏扬杀玩家获得的经验直接将等级提升到二转最高限制的四世纪 其他未转化的经验则溢出并有40%的损耗 苏扬得马上进行转职才行 去转职前苏扬问系统那个叫沉伦的死灵法师是否真的死 系统说确实死了 说若宿主当时对沉伦手软 那沉伦再次闯关时一旦拿到屠龙之心 将很有可能打败黑龙boss 且一旦有玩家将宿主正在坚韧的boss打败 宿主就会立刻死亡 听到自己也会随时有小命危险苏扬打了个寒战 系统继续介绍说星要级以上的boss都被称为真灵生物 都拥有心智 不过被宿主坚韧的boss系统已将他的神智抹除 且神智抹除可无视boss的等级 而当宿主未连接时boss会按既定剧本行动 此外若坚韧的boss被宿主击杀 则系统会自动为宿主匹配更高实力的boss 听到这里苏扬拿出屠龙之心表示我一两人 这是要我亲自屠龙的节奏啊 这屠龙之心简直是龙族的噩梦道具 可以对龙族伤害增加5倍 还压制龙族所有天赋技能 而且随着击杀龙族次数增加 自己还可以借此召唤出传说中的屠龙勇士 那么击杀黑龙更换兼职boss 解锁召唤 就是下阶段做大做强的目标了 而当苏扬再次走出房门 神殿美女大祭司早已在转职神殿广场上等候 如今的苏扬 值得转职神殿重点关注和服务 他本是副本中的boss大黑龙 却披上人体冒充人类玩家来转职 每次只要想升级 就用黑龙身在自己副本里秒杀一个玩家小队 不仅可以抢玩家掉落的装备 杀玩家还可以获得升级经验 于是他人类身份苏扬迅速崛起 成为转职神殿美女大祭司亲自接待的VIP中品 而且果然这次和大祭司猜的一样 感染星星苏扬同学第二次转职 依旧选择难度最高的无转 而无转难度人类历史上已经有几十年没人敢挑战了 但苏扬用黑龙身杀人夺宝 高端装备快要一出储物槽 急需闯一闯高难度副本清理一下装备篮 于是他成为玩家历史上时隔短短一周连续两次转职 且每次都选择无转难度猛无声口的玩家 而这次二转的五星难度任务 是担任通关两次白银街副本 且遭遇BOSS要在三分钟内击杀 而这个世界玩家竟同阶的副本 要组队是基本常识 看来这个五星难度在设计之初就没想让人通 但对我苏扬来说 好像真的只是洒洒水 临走前美女祭祀关切的对苏扬说一定要小心 因为最近一个钻石副本突然难度升级成为新药 还有一个五转玩家直接失踪 苏扬心说呵呵 升级的那个BOSS大黑龙不就是老子吗 那个失踪的死灵法师已经被老子彻底抹杀了 然后苏扬开始漫山遍野找白银街副本 竟发现每个副本都人满为患 没有单独闯关的条件 他气喘吁吁心想原来找副本抵打副本更累 却发现不远处刚好有一个副本 刚好抢这个副本的人不太多 而苏扬很满意直接从山崖上跳下来 心想两位同学不用抢了 这副本归老子 而此时王飞同伙竟对顾雪茜说 小妞不如跟哥哥结尾道理一同闯闺闺副本 气得和顾雪茜同行的优语公会61级三转玩家荷兰暴露靶剑 可对方也有三转玩家 他竟学着他的小弟说想和荷兰结尾道理共闯闺副本 当时双方气氛紧张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威胁 就在这时苏扬打破紧张气氛 各位都回吧 副本归我了 来回的车票我给你们报了 而通过顾雪茜介绍荷兰才想起 一周前才见到他和顾雪茜一批床转之副本 然后互相寒暄几句 竟听见苏扬说这次是来做二转任务 我乐个亲娘妻救老爷 现在年轻人这么忙 一周就从一转的二十级升到了二转的四十级 这时亲爱的找世金王飞同学祭出魔法走 她是稀有的兵法士职业 她很骄傲 她经常找苏扬的茶 但一次都没成功总被苏扬送 所以道心不太稳 今天她已经十级了 所以要向苏扬出手稳固一下道心 苏扬也开心了 直接祭出魔认 说你终于十级了呀 这不就可以放心做你了吗 原来十级以下玩家死亡后会跌落到二级 而二级或二级以下玩家若死亡则永远无法复活 于是苏扬一抬手 接着王飞同学上天 妈妈呀 我又起飞了妈妈 一瞬间 王飞同学生命归零 只能在复活点再次醒来 与此同事王飞同伙 三转六十级的猛男朝着苏扬突袭而来 小子 你觉得你杀了我的人 我还会让你活着离开吗 而苏扬祭出火焰巨剑 来嘛老baby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然后苏扬想起点什么 回头对荷兰说那边那个红头发的情 不如你也一起上 毕竟我抢的是你们所有人的副本 荷兰呲牙咧嘴拔刀 年轻人不讲口 太嚣张了 就算你是小倩的朋友 姐也要给你松松皮 于是 嚣张的年轻人苏扬 以四十级二转的实力 开始对阵两名六十级以上的三转前辈玩家 开打了开打了 无敌Boss大黑龙化身为四十级人类屌丝 却被两个六十级三转的大老玩家联手欺负 青山阁公会的壮汉李震把拳抡出残野 竟没有一拳能打到大黑龙屌丝苏扬 奈何李震有点憨继续使出成名绝学雷虎拳 丝毫没有想过一个普通的四十级 还没有进行二转的家伙 若不是实力恐怖 怎么可能把自己刚刚的攻击全部堵了 而雷虎拳竟也被苏扬轻松挡下 喊了声走你硕大的壮汉就被发射了出去 妈妈呀我上天了 与此同时优语公会的荷兰竟搞偷袭 不过苏扬当黑龙时杀玩家夺宝 早已生生把自己抢成了大堵后 一个黄金街一次性防护卷轴张开 可抵御八万点伤害 那叫一个想砍你就砍吧 三转玩家的伤害你得砍足两天半才能砍破卷轴 荷兰姐可比憨逼李震惊得多 我勒个去 这种圈轴一般人不是遭受野怪围攻都不会舍得开 这苏扬的实力和财力貌似都过于超标亮 老娘在观察观察 可刚才被泄进山里的李震又站了起来 小崽子 第二个要你死 我勒个去 这憨逼这么憨事从小出门不带脑吗 小崽子你完了 老子三岁就提着指甲刀撑把十条结痕起来 我自己都好怕怕 你死你死你死 苏扬刀挥起 老小子你不仅看不清局势 还屁话多造阴污染 然后这片区域划出一片金属 随着一声 妈妈呀我真的死了 哽之无脑壮汉李震 喜提降级回泉水复活三件套 苏扬回头 这位偷袭姐 你还打吗 不打了不打了 那我憨我可不憨 打不过根本打不过 不打就好 我们作为姐妹工会打架可不好 既然不打了这个副本就归我了 荷兰心惊 姐妹工会 原来传说幽语的姐妹工会 幽语最近来了一个男性玩家 而从不受难玩家的幽语 想把他当机开除 却发现人家是几十年来 唯一选了五星难度转职的牛皮玩家 被转职神殿奉为VAP中品 幽语竟没有权限开除他 荷兰终于明白这个名叫苏扬的 嚣张年轻人就是VAP本品 他一个人来闯别人组队 才能通关的副本 看来也是转职任务 而这次的任务要求 他一个人连闯两个白银副本 甚至遇到boss要在三分钟内解决 超过三分钟则前攻进气 而苏扬进了副本好久 才看到一只地金弓箭手 飘忽无力的一箭射来 被苏扬轻松格挡 但他刚把注意力聚焦到弓箭上 背后竟有别的地金偷袭 可苏扬怎会中这种英招 一把将偷袭地金扔到弓箭手 地金温暖了怀中 一箭挥出 两只地金就鸳鸯蝶蝶齐齐升天 而苏扬竟收起宝剑手中聚起魔器 这是他特有的可以将魔器换化成 各种武器的武器 名为魔刃 苏扬心想我之前的战斗 都是靠硬实力碾压敌人获胜 但若遇到和我一样强 或者更强的人 我就得靠技能来取胜 那就刚好在这个阴损的副本里 练一下战斗技巧 若此时有听众听到他说 自己靠硬实力碾压了 比自己高二十级的玩家 恐怕会惭愧地想重新投胎 投不成天骄就在投胎 绝不憋屈地活着 副本越往里走越昏暗 无数地精在黑暗中蠢蠢欲动 随着地精率先发起攻击 试炼开始 苏扬头也不回魔刃化形为盾 两只地精被震得七荤八素 然后他小手一回魔刃化形为锤 仅仅一个大锤 八十就送两只地精双速双飞 然后一群地精弓箭手竟朝着他 而他早已躲开乱剑 并将魔刃化形为母 然后他 终于苏扬决定主动还击 于是他一路奔跑到破防洞潜艇下 而身后所有埋伏的地精和野怪 一看这货要跑就一路追来 然后苏扬幻化魔认为真正的人 我请你们吃四十米大坦刀 苏扬打完收工 天上竟下起了怪兽语 一个个已全部革屏 随着所有怪被斩 此地boss冰霜巨虎终于亮相 苏扬一看这不搞笑吗 地精副本里的boss竟然是个老虎 是地精养的宠物翻身做主人了吗 然后巨虎开始用NPC特有的语气 说出威胁的话 以愚蠢的人类为开头 说了三十多秒以你简直不想活了结束 然后他又围着苏扬疯狂转圈圈 他说 愚蠢的人类你跟得上我的速度吗 苏扬心想老子是大黑龙也是boss 看来星耀级以下的boss果然都没有神智 堪称智障 就在巨虎扑向苏扬的一刻 却不知魔认幻化的利刃 已经逆入巨虎的周身 舞爪落下的刹那 利刃同时割开虎身的每一寸 密密麻麻 如同免费的烟花大秀 而正主苏扬却早已在闭目养神 一股高手的寂寞充斥着整个副本 恭喜您击杀白银街副本 boss冰霜去 然后苏扬淡定走出副本 因为这次的五星难度转职任务 要求连续单闯两个白银副本 等他走出副本 荷兰和顾雪茜朵的远远 还说大侠不用在意我 我们目送你 而苏扬走后两人风中凛乱 一个星想才五分钟 就打完了号称阴间的痛苦魔窟副本 简直是深考 另一个星想几周前 我们还是一起上学的同学 现在想追上他的脚 不知去投胎做添交还来不来得及 而以如今苏扬的实力 别人一辈子都不敢闯的五星难度转职任务 对他来说就是砍瓜切材 就像是出门溜了个弯 然后第二个白银副本的任务就彻底完成 而系统检测到他任务完成的过于完美 竟然赠送了隐藏任务 第一阶段的隐藏任务名为遗落的生锈钥匙 完成任务净奖励5%全属性增幅 还有魔战士传说级技能书名一份 而隐藏任务一旦接受 将会在未来每一次五星难度转职时 都会开放相应阶段的隐藏任务 当然是接受任务了 5%全属性增幅 传说级技能 我苏扬又不傻 我全要 而接下任务他发现隐藏任务 要比转职任务难不少 不仅野怪均在40级以上 而且最终BOSS估计要在50级以上 所以他要做些准备才行 他准备将一把星耀级的匕首找人打造一下 让白银级的自己能阅级使用 而想找到牛逼的锻造大师 还是要去天机阁问问消息才行 而自己作为大黑龙使 已经把天机阁众人团灭过一次 没关系 再让他们想破脑袋 也不会明白我一个人类就是大黑龙 况且我听说他们也是X联盟的一员 不知他们看到转职神殿 给我的X联盟黑金会员卡 该做何感想 又如何应对 他本是副本里的NTC黑龙BOSS 却因杀掉的玩家太多而觉醒了自主意识 甚至他发现杀玩家竟能获取经验 于是成了史上第一个升级的BOSS 竟从钻石级一举提升到新药级 而他发现升级后多余的经验 无法再使黑龙本体提升 于是他竟化身成名为苏杨的人类玩家 然后苏杨仅仅吸收多余经验 就从一级灵转玩家直接升到四十级二种 而且死去玩家掉落的装备武器和药水 差点撑爆苏杨的储物袋 从此苏杨买卖装备成了世间第一神豪 而今天神豪苏杨来到天机阁攻略组 这里不但售卖各种秘境副本的攻略 还售卖各种装备药水道具 刚好苏杨在这里碰到天机阁的周泰和刘慈 刘慈一路逼逼叨叨自己的装备 在打大黑龙时掉落 想让队长周泰找天机阁总部报销装备前 而好巧不巧的是 当初一掌拍死刘慈的大黑龙正是苏杨 而苏杨今天来到天机阁是想买一些无界宝石 任何武器镶嵌足够多的无界宝石 都能突破武器的等级限制 镶嵌后菜鸟也能使用高阶的武器 而苏杨买无界宝石 正是为了解锁这把新要级的匕首 而这把匕首正是刘慈掉落的武器 周泰说虽然你的匕首很牛批 但报销你就别想了 大黑龙把我们团灭 但唯独把总部的沉沦杀死 总部不来找我们麻烦就不错了 原来这个世界所有人在闯复本过程中 都只会掉剂而不会死去 除非掉至零级才能真正死亡 而那条大黑龙却突破了这个世界的限制 竟能随意选择真正杀死玩家 刘慈突然感觉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 气急半坏将地上的木桩踢飞 而那木桩好巧不巧被苏杨接住 没教养吗 乱扔东西 而刘慈刚好有气没处撒 一看对方只有四十几 喊了句你有意见就逼逼赖赖走向前 他抓起苏杨的衣领开始破口大骂 而且越骂越来劲 因为他越看对面的年轻人越生气 那感觉就像前世对方跟自己有杀身之仇 但隐隐的自己一个无转玩家 竟然对这个菜鸟年轻人生起了一点点惧怕 苏杨微笑着心想 好样的 下次你来黑龙副本 我直接把你真正杀掉 丝毫没有自己捡了对方武器的愧疚感 好在周泰赶紧把激动的刘慈拉开 但他却傲慢地回过头说 这位小兄弟我们这里只售卖高端的攻略和道具 以这个等级要的那些玩意儿我们可不卖 而苏杨说你们狗眼看人低 拿出一张金卡就要亮下他们的狗眼 可刘慈一个闪现上前 伸手打飞金卡 你哪个破咖吓唬睡呢 就在这时有人缓缓走了 姐夫 你可算来了姐夫 而刘慈的姐夫叫贾越 他竟是一百二十几玩家 也是天际阁分部的大同馆 他捡起金卡名神看了苏杨两眼 便果断闪现到刘慈面前 给了他一个无情大鼻咚 啊 姐夫 你为杀胡我的鼻炼 当时他转身就摔了个狗坑屎 仿佛看到世界都是黑色的 他像委屈的孩子一样望着人群 叫人心疼 而大同馆却走到苏杨面前 尊敬的VAP阁下 您尊贵身份力领 五等成皇成孔 莫非阁下完成了五星难度的转职任务 获得了转职神殿的VAP特权 得到苏杨的确认回答后 贾越转过头 周太 以最高规格招待这位贵客明白吗 然后贾越将刘慈像傻斗一样拖走 把地板上的弹都拖干净了 而刘慈竟还嚣张地说 笑子你给我等着 然后苏杨告诉周太自己要满无戒宝石 还想打听到宗师级锻造师的下方 周太为难地说无戒宝石可是有点贵 可苏杨却打了个响指说 你看这是啥 苏杨心想除了有钱我能装的B还真不多 一麻袋金币从苏杨的储物袋中掉下 差点把地板砸穿 周太当即表示我服 贵宾名稍等 我亲自为您去取货 终于苏杨买到了足够的无戒宝石 找到锻造大师古杨先生的住处 却刚好看见幽云工会的高层也在 95级的慕容雪 92级的安瑜 经过介绍两位姐姐也终于明白眼前的小伙 就是幽云工会唯一的一个男性玩家 为了保持工会全员女性 当初慕容雪想把苏杨开除 竟被告知对方是转职神殿的VAP中品 慕容雪竟没有开除她的权限 而安瑜直接摘掉墨镜 差点扑进苏杨怀里 姐也没想到苏杨弟弟这么帅 然后他从苏杨的年龄一直问到 喜不喜欢姐弟恋 这时一只魔手把墨镜给安瑜带了回去 慕容雪说你才四十几 这里是宗师级锻造铺 你想打造装备去街上随便掌家铁铺就行 苏杨一挠头心想 得 自家人也看低自己 害得我还得再装一次笔 于是苏杨一挥手 星药级匕首和无界宝石就飘了出来 两个姐姐的眼差点被亮下 古杨大师是个练器痴 直接闪现上前 老夫上次碰到这么好的武器 还是在遥远的上次 那就拜托你了大师 放心吧 老夫必将拿出毕生锁学打造她 奥利给 大师抡起锤子 满屋便火星激荡 能量飞舞 两个姐姐被这绚丽的场景 激发出了无尽的少女心 但慕容雪却看见苏杨竟波澜不惊 仿佛早已见惯了繁华的大场面 安于说咋了小雪咋叮着苏杨发呆了 难不成你也看上她了 我不介意咱仨结婚的 苏杨心惊 这些姐姐这么猛了 我是不是选错工会了呀 终于古杨大师锻造完成 不仅使得星药级的匕首 突破使用的等级限制 匕首身上还暗暗涌动着大道的光滑 古杨大师是练气痴 竟说老夫这次敲打锻造很进行 本来该收十一锻造费 就免费给你吧 只求往后有好武器还让老夫锻造 可他误判了苏杨的好 大师十一我照顾 以后有武器还找您锻造 年轻人有魄力 我喜欢 要不是从你年龄小 我都想喊你升爹了 安于激动的小惺惺飘起 他一口气负十一脸不挑心不懂 所有的姐妹都一起嫁给他 以他的财力都不虚的 慕容雪同样惊呆 莫非他是某个S级工会的大少年 武器准备好后 苏杨来到任务地点荒林山脉 他将在这里进行第一次转职隐藏任务 而转职隐藏任务 必须是选了几十年 没人敢选的五星难度转职任务 并以碾压级的实力通过任务后 才会触发的隐藏任务 而苏杨则是史上第一个 开启隐藏任务的人 副本方斯大黑龙终于杀购一万名玩家 谁料他却因杀业过重 直接以NPC身份觉醒了自主意识 这一觉醒大黑龙当即喊了剧武剧 原来每个被杀掉的玩家 都能转化成升级经验 但只有觉醒的意识 才能将经验吸取 他一边心疼着之前浪费的经验 一边吸收经验 将自身等级提升到星药 同时他幻化出一个叫苏杨的人类身体 仅仅溢出的一点点经验 竟使苏杨直接成为四十级二者文家 而且苏杨捡起所有玩家掉落的装备 稍加买卖便成为这个世界第一神豪 神豪苏杨今天要来闯的隐藏转值任务 没有一个人类玩家听说 皆因触发条件苛刻 不但要接下几十年无人感接的五星难度转值任务 还要以免压的姿态通关 才可触发隐藏转值任务 本大黑龙就给人类玩家打个样 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最高端的闯关操作 于是苏杨打开土豪储物袋 大喊一声我干了你随意 将永久提升属性的药水连喝了十斤 再加上手中的星耀级匕首的加持 他的力量速度精神三种属性 直接超过普通玩家五六倍 然后他纵身一跃跳进副本秘境 惬意的就像走进自己的后花园 但下落途中两只黑影尾随而止 而夹击他的两只大蝙蝠 一只四十五级一只四十四级 于是只有四十级的苏杨 祭出星耀匕首的技能幽影之身 可短时间内隐身 并提升六重速度 简直暗杀神技 接着苏杨如一道透明的奔垒 只砍了两刀 没有一丝多余动作 两只大蝙蝠便双双与命 干净利落 真真杀神附体 而实际上如今只有四十级的苏杨的基础属性 加上装备属性 甚至能和八十级的四转玩家拼一拼 但苏杨深入洞穴 却发现更多蝙蝠暗暗朝他聚文过来 这让他感觉很不爽 于是他以第一神毫的身份 将卷轴药水武器紧紧掏出百分之一 场面便如举办了个人军火展览 煞时间天地颤抖 蝙蝠落泪 于是以苏杨为中心 整个秘境都差点炸火 就像有人用核弹在离地 然后苏杨继续赶路 越走越幽静 但苏杨好纳闷 一路走来怪都去哪了 咋没了 而幸存的所有蝙蝠藏得更好了 他们纷纷传音 前晚别露透 这或是个不将屋的吐厚可行的开拔的挂逼 终于大黑龙Boss苏杨同学 闯到秘境镜头 见到了别的Boss 但那Boss样貌伦辛苦 周身散发腐臭的气息 系统面板上提示 他是吞下未知肉块的变异凶兽 除了等级55之外 其他信息竟然全都不小 苏杨率先发动攻击 但他心里隐隐担心 他的系统连100多级的玩家的属性都能看 这只55级的凶兽 却看不到更多信息 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不安和诡异 然后苏杨一剑朝着Boss刺去 对方竟然结结实实挨下这一击 这很不科学 这只Boss的状态如同在梦有 竟然对攻击一点预知都没有 但挨了一刀后凶兽却发了狂 一声狂吼震的整个山洞差点塌陷 然后他张嘴便吐出腥臭的口水 那口水出地便爆炸 顺便把地面腐蚀的面目全非 幸亏苏杨直接跃起全部躲 然后苏杨磨刃祭出 一秒3500刀 接着苏杨凌空俯冲而来 一击直接从前胸 穿过了后背 系统提示苏杨已经击杀了Boss 苏杨纳闷这帮死的也有点太快了 就好像一个没有神志的木偶 完全没有作为Boss的灵动 然后苏杨获得道具破旧的钥匙 和道具未知的腐烂的肉块 而破旧的钥匙是隐藏转值任务中提到过的任务物体 但未知的腐烂肉块却逢未提及 这就很诡异 似乎没人知道这肉块的来历 而作为无敌Boss大黑龙的苏杨 竟在肉块上闻到了不属于这片宇宙 射人心破的强大气息 似乎吃掉这块肉就会发狂便宜 随后苏杨将所有道具收入储物袋 至此五星转值任务及隐藏任务全部同 基础属性竟然直接增加25% 获得神级被斗 双重增灵 意思是力量属性增加精神属性的10% 而精神属性增加力量属性的10% 这句没听懂得多听两遍 而此时隐藏任务的奖励也开始发放 再加5%全属性增幅 再奖励传说技能一笔 而完成转值后 苏杨之前溢出的经验开始发放 竟直接从40级升到58级 也就是说再有2级 苏杨又要转值了 此时二转的苏杨不含装备属性 自身属性已经碾压三转玩家 加上装备应该可以吊打四转玩家 而这次的传说技能双重破灭刃也牛批志气 将之前的神技魔刃和手持的武器合二为一 只需一半的魔力 就能爆发两倍物理暴击和两倍精神暴击 回到转值神殿美女祭祀赶紧上前攻击 史上完成两次五星难度二转任务的玩家只有三位 苏杨便是其一 于是苏杨VIP福利再次升级 原先每月1000万的补助增加到5000万 X联盟黑金身份购买道具的优惠力度 从8折提升到7折 不过这对目前的第一神豪苏杨来说都是洒洒水 云淡风轻 钱吗 本来就多的花不完 数量也就没了意义 而接下来苏杨的计划更加疯狂 他要以自己人类之身 不掉自己的黑龙之身 完成涅槃重生 人类的屌丝却变成史上最强Boss大黑龙 而之前被大黑龙囚禁的精灵族美妞 却突然发现大黑龙不一样了 之前大黑龙看自己的感觉是把自己当宠物养当去去的 但现在大黑龙的眼神就好像是有个男人在直勾勾盯着自己 好在总有玩家来讨伐大黑龙 皆因黑龙秘境副本能掉落很多高端道具 据说打败大黑龙还能把精灵族美妞当奖品带回家 可如今大黑龙成了会兵法的老六 于是玩家们在刚进副本这种最放松的时刻 突然遭受大黑龙Boss偷袭 他们竟发现这Boss竟还知道绕后切后排 本来地图中留给玩家用于克制黑龙的道具屠龙之心 也被大黑龙的小弟先一步偷走 甚至因吸收了屠龙之心 大黑龙竟在玩家面前傲娇的声道星耀机 人们震惊的差点吃响 只因这片大陆上从未出现过能升级的宝 最终所有玩家被黑龙剿灭 然后海量的经验被大黑龙的人类灵魂酥扬吸收 升级就像做火箭 还将玩家掉落的武器全部捡起 成为大陆第一神豪 而上次被大黑龙团灭的天机格还不死心 大统管贾越给周泰准备了30名生力军 让他再次组织讨伐大黑龙 可周泰有犹豫 大黑龙是真的可以将玩家彻底杀死的存在 原来这个世界玩家死掉只会掉等级 只有等级为0才会真正死去 而大黑龙竟然突破了世界限制 将天机格的死灵法师沉沦彻底杀死 贾越说不要害怕 总不为你们每人都准备了一个生命翡翠之火 这是最稳妥的保命状 而这时房门被人猛的推开 来人竟是天机格格主的女儿 130级职业御寿师的洛灵儿 她一落座便宣布 没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大黑龙副本 我要亲自收服那条黑龙 贾越试探的问了句 敢问大小姐这是格主的意思吗 大小姐当即威压散开 你的意思是说你只听我爹的 不听我的咯 贾越当即秒怂 感叹打工人好难 大小姐走后留词经了大呆 我没看错吧 真的是格主的女儿 全球玉兽协会最年轻的天才 而玉兽协会和X联盟均为这片大陆最超然的组织 比如苏杨就是X联盟的VIP中品 而陆灵儿若能抢在其他玉兽师之前将大黑龙收服 将一跃成为大陆最top级的玉兽师 天机格也会跟着鸡犬升天更进一步 于是贾越说到时候你们去了副本一切听大小姐指挥 最后黑龙残血一定要留给大小姐 别手剑抢人头 另外把那本巨龙基本说明指南拿给大小姐 但周太查仓库却发现这本书已经被一个叫苏杨的买走 而这个苏杨前几天才带着X联盟的黑金卡 在天机格大闹了一番 大小姐和玉兽协会得罪不起 X联盟同样得罪不起 算了 随便找点其他巨龙的资料给大小姐送过去 而此时的苏杨正在家里悠闲的翻阅 巨龙基本说明指南 而目前龙下国境内黑龙逆境一共有三个 除了苏杨担任Boss黑龙堡垒星耀集副本之外 另外两个已经被讨完 而奇怪的是名为龙脉荒山的黑龙副本 之前的记录也是星耀阶 但被讨伐时却越升至了灰月间 根据当时的讨伐记录 应该是那头黑龙无意间吞下过未知的腐烂肉款 才导致级别提升的 而这种肉块上次苏杨在隐藏副本时 已经得到过一款 而看到天机格愿意重金求购未知的腐烂肉款 苏杨一下子坐起 天机格可不傻 他敢这样写实再表达一个意思 你们随意坐地起价 只要能能让我天机格买到 多少钱都可以 看来这肉块的价格比想象中的要高得多呀 如果我让我的大黑龙吃下这个肉款 岂不是几十名无转玩家来了也得传绵 但苏杨想到最终自己还要杀掉大黑龙 还是有点不舍的 毕竟自己用大黑龙的身份捞到了不少好处 而这也是系统提醒他 只要是宿主亲自杀掉兼任过的Boss 那Boss就能成为宿主忠诚的下属 苏杨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这岂不是说我也变成了顶级预售师 要知道收服辉月街的黑龙作战传 那可是像全球预售协会这种SSS级的超级工会 也没几个人能做到 而这时幽云工会聊天群正在商量攻略钻石秘境时 苏杨第一次在群里发言 说这次我也去 而且我先去 我等你们 而此刻的转职神殿中 零售工会会长雷杉终于将等级练回了99级 也刚好可以去做第五转的转职任务 而整个灵兽小队 都曾在讨伐大黑龙秘境时 被苏杨全灭 曾经全员90级以上 目前除了雷杉练回99级 赵明刚挂着90的边 其他人没有一个回到90级 而雷杉听说这次适合转职的秘境的门票 已经被幽云给预定了 他竟邪恶的笑 老子最近命徒多船走投无路 那就步步的啥道德 跟我去把幽云的人杀了 让他们也掉急 尝尝绝望的味道 他觉得自己又醒了 他不知道 这次幽云工会的活跌苏杨同学 即上次用黑龙身团灭他们之后 不会介意再以人类身团灭他们一次 他使人类却兼职做副本 Boss大黑龙 但他做大黑龙时 却把人类玩家杀个精光 第一个被团灭的 就是零售工会精英小队 零售以99级工会会长雷杉为首 各个成员均在职业四转90级以上 却被大黑龙一把火烧回几方前 雷杉等级掉落到90级 队员等级全部跌落到90级以下 雷杉的装备苏杨进成了第一神好 可雷杉不怕困难 辛苦将自己再次练到99级 而他其他队员却都没恢复到90级 而为了不被竞争对手幽云工会比下去 雷杉这次决定当强盗不当人了 只因这次零售因为养伤错过了试炼秘境的报名时间 而试炼秘境五年只有一次 是所有A级以上的工会的一次大机缘 闯过试炼不但有机会获得一件新药阶武器 还有机会获得工会Buff加成 于是雷杉来到秘境外 高调宣布灵兽工会包下了秘境 所有人不想死就不 可他们却不知将他们团灭过的大黑龙 如今化作一个叫苏杨的人类 像个钉子户一样坐在他们面前 这时灵兽工会一个72级小喽啰看见苏杨 张嘴就问你压龙了吗 还不快过 他别致的造型一看就是从小称霸街区的那类大哥 然后他觉得不说话的苏杨很没礼貌 就一掌推向苏杨 可电光火时间 他却被苏杨反侵拿 疼得这位大哥从哥到爸爸一直喊到祖宗 然后苏杨一挥手 大树都被砸断落泪 那位大哥飞了好远好远 妈妈呀 我起飞了妈妈 最后在一公里外安静下来 倒头就睡 弓箭手赵明看到嗷嗷叫着就要发飙 却被雷杉伸手拦下 甚至还跟苏杨商量 刚才是那小子先惹你 你也教训他了 要不咱们互相就像啥都没发生 相安无事 苏杨说OK啊 我怎么着都行 随后雷杉对赵明说 对方能秒杀72级三转玩家也是很角色 我们的目的是来阻止幽云公会进入秘境 没必要节外升职惹别的强者 就在这时幽云公会会长迎幽云到达秘境 双方眼神一碰就知道对方的意思 没办法 老仇敌了 雷杉说就算你们拿到了门条 但今儿谁也进不去秘境 幽云公会慕容雪当即祭出兵系魔法 就要把对方冻成冰雕 而对面也把家伙抄在手中 准备跟幽云拼个你死我活 就在这时一只没说话的苏杨喊听双方 等等 那个盔甲男你说啥 你说今儿谁也别想进去秘境 那我有一问不知当不当问 就是那个那个 你你你你你算哪根葱 墨镜牛安于一看见苏杨就花痴 我苏杨弟弟挑衅恶汉雷山 真的好帅帅啊 而幽云公会其他姐妹都是第一次见到苏杨 一脸好奇盯着这位公会里唯一男性成员 打量的不停 苏杨对林幽云说进了公会也一直没去报道 有点不好意思 林幽云新说我该先问他啥 五星难度转职者 神殿VAP中聘 星要接武器拥有者 一次S级公会继承人公子哥 到底我这个会长有没有他一个会员的身份奴B 雷山怒了 小子 原来你是幽云的人 合着你刚才在耍我 对啊 就是耍你 不用交钱 免费耍你 就在这时射手赵明朝着苏杨射出利剑 却被苏杨单手抓住剑矢 然后苏杨随意一甩 那剑矢又朝着赵明飞回去 直接将赵明穿了个透心凉 雷山暴怒 周围闪电秘符 就要对苏杨下狠手 可苏杨却说你也太没长进了 这么久不见 起手招式还是破烂雷电 雷山听得云里雾里 老子啥时候见过你 他哪知道当时团灭自己的大黑龙 竟会是眼前的人类 而他身旁的赵明此时已经一命无辜 再次复活估计要跌落到八十几 而苏杨此时已经祭出N多技能卷轴 雷山纳闷 这种品级的卷轴 这小子跟不要钱似的拿出来 他为何这么有钱 整个零售小队不敢怠慢 通力张开最强的防护结界 小子就算你有钱卷轴多 也破不开我们的结界 苏杨微笑 将卷轴技能全部释放而出 那就试试我能不能破你们的防御吗 还有 我这么有钱 有可能是你们赞助的 随着苏杨催动卷轴 顿时全场狂风四座 慕容雪赶紧压住飞扬的裙边 却看见安瑜也咯咯咯叫着 安瑜你又没穿裙子 跟着咯咯咯叫个啥 而安瑜的嘴角像压不住的翘祖 讨厌吗 俺兴奋吗 谁知那些卷轴的技能快要落地前 竟变得更加粗大 风暴雷霆千刃 这种阵仗让雷山真的觉得 今天有可能会交代在这 雷山这时才认出这些卷轴 都是传说级的 他惊得快把眼睛瞪出来 眼睛瞪得像空灵 于是灵兽小队再次遭遇团灭 这次又不知会掉落到多少劲 幽云工会全员惊呆 数年来的劲敌 一整个灵兽工会 竟被苏扬这小子一个人歼灭了 安瑜顿时狂喷两斤鼻血 大喊救命啊 弟弟太帅了 太刺激了 姐姐我受不了了 团灭了团灭了 备籍工会灵兽竟被愣头青苏扬团灭 幽云工会的姐姐们纷纷认定 苏扬是超级工会的少爷没跑 要不他怎么会土豪到 一下子拿出几十个传说及攻击卷轴 而安瑜花痴的鼻血还没来得及擦干 迎游诗人李慕子姐姐就把苏扬团灭灵兽的瞬间画了出来 原来团灵灵兽的不仅仅是靠卷轴的威力 在那沙内的一瞬 苏扬竟然展开魔刃对灵兽小队成员千刀万剐灵池按摩 林幽云开始脑补 魔刃可是魔战士的传说及技能 其他魔战士穷极一生都不能获得这个技能 苏扬竟然还能如此熟练的孕育 他一定是SSSS级工会会长轻生的 慕容雪当即有点愣神 看来安瑜说的姐妹们一起嫁给他也未尝不可 随后苏扬和姐姐们一起闯入副本巨人森林 安瑜一路跟进苏扬 弟弟遇到危险要保护姐姐 不然姐姐会怕怕 而全员女性的幽云工会很奇怪 面对高达92级的魔力兔 他们说不能打兔兔 兔兔好可爱 兔兔快来让姐姐抱抱 可看见仅仅只有89级的双头迅猛龙 姐姐们却大喊好恐怖吓死了 弄死他弄死他 幽云会长林幽云整个大无语 苏扬一来 这群平时舞刀弄枪的姐妹 竞拳都变得小家碧玉哼哼唧唧 但她是幽云的头 99级的圣语骑士 所以打双头迅猛龙这种脏火苦差事 只能她来做 可她一个人打怪根本不够用 此时95级的巨岩暴雄来袭 而苏扬在场的情况下 其他姐妹好像统统忘了一声武艺 只会喊叫 弟弟我怕怕 弟弟快快来救我 于是苏扬飞起一脚 把暴雄的嘴踢歪 苏扬问为什么幽云公会 没有一个坦克在前面抗伤害 姐姐说咱们幽云全是女生 没有一个愿意选择粗糙的坦克职业 那我就充当坦克往前冲 牧师奶妈给我补血 林幽云此时刚好将双头迅猛龙 第二个头斩落 她对苏扬说神舟行我看行 于是瞬间苏扬气血 被姐姐们恢复到巅峰 此时她才记起这群姐姐 看似小女生一般叽叽喳喳 其实都是四转的大神玩家呀 于是苏扬一鼓作气 一记亡魂标记 直接舞被暴击 结束了暴雄的生命 林幽云说打得漂亮啊弟弟 苏扬说过讲 我也是第一次组队打副本 还请多多关照 林幽云心说我擦她第一次组队 难道她之前都在单刷副本吗 她到底是何等牛批的存在 不久幽云公会的姐姐们开始雄起 他们第一次体验到男女搭配干活不乐 对于这位帅弟弟 他们竟越看越喜欢起来 终于一群人闯到副本Buff面前 Buff竟是98级的猎化混血巨人 林幽云说弟弟小心 之前灵兽公会就在同等级的 大黑龙副本里翻车被团灭了 可苏扬说放心 男人的直觉告诉我 这个副本不会翻车 林幽云心说 为什么我感觉她的话那么可惜 难道是优秀男人的魅力 而她怎么也猜不到 苏扬就是团灭灵兽公会的 那个大黑龙Buff 夫唱夫随 很快 副本Buff被林幽云一键斩落 硕大的Buff变化作巨量的金币和宝箱 幽云公会完成秘境挑战 通关奖励已发放 请会长分配 经此一战 林幽云从99级迈向100级 马上将迎来5转 而苏扬从58级来到60级 马上将迎来3转 而林幽云此时深情盯着苏扬 刚刚率弟弟分明是有意将最后一击 让给了自己 不抢人头还愿意成全他人 好想把他绑回家 此时安瑜带着另一个姐姐朝着苏扬扑 弟弟 跟几个姐姐一起结婚吧 正在捡装备的慕容雪一脸母语 你们快过来捡装备 这次不但金币多 而且还有薄金街甚至钻石街的装备 可林幽云问苏扬想要什么装备 苏扬却说不必了 因为苏扬的仓库里 钻石街的装备扑了一地 此时安瑜提议我们好好搞一场婚宴 不不 庆功宴庆祝一下吧 苏扬刚想说不是婚宴就好 可突然他脑中的Boss兼任系统提示 检测到挑战者入侵 请问是否链接 于是苏扬马上开启传送 各位姐姐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几个姐姐交头接二 我们还是太奔放下着弟弟 没关系 下次一定可以跟弟弟见婚的 而此时苏扬的大黑龙秘境中 龙族精英怪几乎全部被人屠戮殆尽 好在此时苏扬的灵魂连接上了黑龙身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攻略赴本 而他竟看到 对方静静静只有一个人 而此人的相貌 似乎有几分熟悉 炸裂了炸裂了 人类屌丝苏扬再次变回副本里的大黑龙暴 终于要迎战新的闯副本玩家 而这次玩家实力有点强 他解决完副本入口的野怪镜丝血味好 而苏扬通过黑龙之眼侦查 发现对方竟然不是人类 他身份是精灵族的宫廷魔导师阿卡雷洛伦斯 而且他140级六转职业 是所有闯破黑龙副本里等级最高的玩家 为了更加稳妥苏扬派98级的龙岩祭祀 带领精英怪96级狗头人酋长和95级龙血战士 前来试探洛伦斯的真实战力 结果洛伦斯只挥出一刀 他的动作和刀影优美的像芭蕾舞剧 而三个精英怪却被砍成鸡粉 但精英怪的血剑在他脸上却让他面目争鸣 这个精灵竟有严重的洁平 然后他召唤出巨大无比的山岭巨人 大块头帮我杀光敌人挡住他们身上的乌柜血液 我要保持完美华丽的外表 找到精灵族公主 苏扬顿感头大 轻描淡血就干掉精英怪 不仅是六转玩家竟还召唤巨人高达 这货不好惹啊 然后他瞥了一眼身旁的龙子 心想那个精灵说要找到公主 莫非就是之前被我关押在这里的精灵族公主 喂 女人 别睡了 起床聊天了 公主先是一脸懵 当他睁眼看到是大黑龙在和自己说话 差点吓得喷出二斤酿 公主有很多问号 你啥时候学会说话的 你平时呆呆傻傻的今天为啥眼神睿智 你是不是平常伪装成傻龙 然后趁我睡觉对我不鬼 苏扬觉得这妞脑袋指定被驴踢过 救命啊 有色龙 苏扬受够了 他只是想问出点情报 但这妞的脑回路让他不确信能不能得到真正的情报 于是苏扬怒捏笼子 你再胡扯我拿你做精灵刺身吃 于是公主终于安静下来 他说自己叫莉莉丝塞威拉雅 是精灵族塞威拉雅女王的第六个女王 苏扬终于明白自己绑的这个精灵 因为原来真的大有来头 原来这个世界上精灵之国 巨龙之国和巨人之国 都属于超一流实力的强国 其中只有精灵之国跟人类的关系比较友好 而塞威拉雅女王就是精灵之国的最高统治者 苏扬让莉莉丝看地图 快看你们精灵之国有人来救你 而莉莉丝还是一如既往说话无情商 真的吗 太好了 是谁来了 能弄死你这只臭龙吗 但当他看到洛伦斯的真容却大喊一声 不 不 懵呐 洛伦斯和他的家族都是精灵族的败类 洛伦斯曾想迷晕我并侵犯我未遂 而洛伦斯的家族势力庞大 就算我母后也无法轻易惩治他们 况且我在母后面前还最不受宠 苏扬黑黑一笑 我已经决定把你送给洛伦斯做顺水人情了 你这臭龙简直不是人 这话你说错了 我虽是条龙壳也是个人 小姑娘其实我很善良 但我打不过这祸 这祸是六转强者 我又不知道精灵族的弱点 他的弱点我告诉你 请你让我留在这里 这这这这这这 你可真叫人为难啊 好吧你说吧 我舍命就你一次 原来洛伦斯家族的人弱点在于肉身 他们天生灵力极高 是天生的天才魔法师 但哪怕他们的实力达到六转 可肉身却依旧只有一转的强度 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所以他们就连睡觉时身上都有强大的法律屏障做保护 所以现在的你其实根本打不到他们的肉身 原来分析完结果还是一样 你这臭龙不是他对手 我还是会被他带回去当玩物 不命苦啊 这牛脑子真有病 竟然对老子一点信心都没有 于是一生要强的苏扬开始寻找胜算 首先若吃下未知的腐烂肉块 自己可以直接进阶到飞跃界 但他原本的打算是等天机格的探秘团来闯复本事 临时吃下肉块突然提升等级 届时可以将天机格再次团灭 收获无尽的经验和法宝 所以吞下肉块此为下策 不然苏扬扶置心灵 心想我人类形态实用的武器 放在大黑龙手里是不是也可以用 而这时莉莉丝还在嗶嗶个不停 要不你放我自己去逃生吧 我也不留在这里连累你了 可突然他一阵心惊 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竟对着空气在说话 哎 这臭龙呢 这么大的龙说不见就不见了 果然龙和男人一样都靠不住 他竟然扔下自己的老巢逃跑了 而在副本的另一处 苏扬的黑龙声缓缓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那把名为幽影的星药级匕匕首 在他脚上就像拿了一把指甲刀 不过这匕首的技能效果 幽影之身尽可以用在黑龙身上 可在短时间内隐身 并获得60%的速度提升 刚刚苏扬就是用了幽影之身 从莉莉丝处隐身消失的 此匕首真乃偷袭敲梦棍的极品装备 而且装备的属性加成 直接给黑龙身的各项基础属性加了几倍 这样就可以和洛伦斯应刚 而此时的洛伦斯边走边喊 大黑龙阿托斯你在哪 不敢出现吗 你这个软蛋 突然他俊美的脸变得要挟起来 就连说出的话也开始阴气森森 他说干脆我发动静咒 把黑龙老巢毁掉 这样公主大概率也会死 但我的记忆操控术 对尸体的效果要给佛人更好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 绝对不会顶嘴的美丽尸体公主 想想都叫人兴奋 然后他挥起法杖就要施展尽术 可突然天空一个巨大的爪子袭来 镜似无端从虚空幻化而出 只听空中传来一声 洛伦斯被砸得吐醒落泪 血量直接被砸掉94% 他终于看清是谁在偷袭自己 那个巨大的黑龙黑黑笑着 差点就把不要脸撒字写在脸上 不可能这不合常理 为什么我没有感知到你的气息 为什么你一击就可以摧毁我的法力屏障 残血的洛伦斯好生气好不理解 苏杨口中喷出浓烈的火焰 呵呵常理 对不起 常理对我这个挂逼不适用 杀人了杀人了 苏杨又穿越到大黑龙BOSS身上杀玩家了 而因这次的精灵族玩家过于邪恶为所 于是苏杨隐身偷袭把他垂成大惨 精灵洛伦斯惊呆了 什么情况 BOSS会偷袭 简直脸都不要了 可接着苏杨发动一记大招 净灭火域 于是继天机格的死灵法师沉沦之后 140级六转的精灵族魔导师阿卡雷洛伦斯 也被彻底杀死消失在这个世界 随即苏杨豪横获得经验1210万 且洛伦斯的装备掉落一地 于是苏杨凝神观看宝物 传说集结界卷轴自然先灵的庇佑 竟能抵御七次六转阶的攻击 今后挑衅大佬或越级挑战副本 再无性命之忧 传说集幻魂石优越狼龄 可召唤两头六阶优越狼龄帮助战斗 奶奶的召唤物竟比苏杨这个本体级别高三传 最牛的是一阶静咒万象集雷 简直是核武器般的存在 一击能毁灭一座城市 苏杨赞美邪恶的精灵法师洛伦斯 幸亏老子偷袭杀人一气呵成 洛伦斯这次才没机会用这些道具对付 这头乖龙龙 但苏杨转念意想不对 这会一身的护具披风法杖装备 全都新药接以上 居然一件都没掉 龙龙心里苦 好想再杀他一次 而此刻精灵族公主莉莉斯还在笼子里惆怅 他不知道大黑龙是否已经逃跑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要被洛伦斯抓回去当玩物 而突然间苏杨巨大的黑龙身回到这里 女人 洛伦斯那货已经被我烧成渣渣了 你不用担心了 可是女人 本龙有疑问 精灵族生来就有很强的魔力 为啥你身上一点点魔力都没有 莉莉斯突然眼神落寞 他说远古十七巨人王对精灵一族施加诅咒 以后精灵族王室里必有一人会被封印魔法天赋 且寿命大幅缩短 而这一代精灵王室里的倒霉蛋就是莉莉斯 所以他在王室里也经常被排挤 苏杨听闻不禁动容 老龙差点落泪 所有龙子龙孙龙兵听令 任何人都不得伤害莉莉斯 属下请尊阿多斯大人命令 你人真的还怪好嘞 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可大黑龙却秒入睡 原来此时苏杨已经和黑龙身断开连接 而刚回到人类身体的苏杨 却发现工会频道的未读消息铺天盖地 原来这次苏杨来大黑龙副本走得有点紧 幽云工会的姐姐们很是担心 但其中有一个姐姐说 想要给苏杨画一副清凉的人体素描 此人的尿性一看就是安瑜 而会长林优云发来照片说知道弟弟羽毛 以后聚会要来参加哦 苏杨孤身奋斗至今突然感觉到家的温暖 差点再次老龙落泪 随即苏杨再次来到转职神殿 依照惯例 苏杨的三转任务依旧选择五星难度 只是这次的五星难度更难了 不仅需要单刷两个六十级薄金副本 还要在打boss是人灵鬼时 不能用物理伤害 只能用魔攻 而在打boss炎缘土龙时 不能用魔法技能 只能用物理攻击 同时转职神殿祭祀提醒苏杨 近期预计有红月现象出现 而红月是一种特殊的诡异天线 红月期间野怪和秘境里的怪物 都会更加狂暴和嗜血 特别是苏杨这次五转任务里的 鬼魂精怪为主的副本 受红月影响更大 可苏杨说了句 谢了转身就走 哥可是挂逼 怎么会怕什么狗屁红月 而苏杨要闯的第一个副本 名为破败福体 他竟通体率悠悠 简直是洞大鬼宅 而历境的管理员 是个酒鬼一天三平毛子 今天他酒醒一看 天空竟然出现了红月 于是他跌跌撞撞来到副本入口 准备先将入口关闭 等红月过后再开 可他却发现无法操作 原来已经有人在攻略副本了 而据面板显示 此人竟是单刷 而副本内 苏杨一路横冲直撞 杀这些六十级不到的小怪 简直轻松血液 可突然 他感到此地的小怪鬼童子 身上鬼气暴增了无数 所有的鬼童子 竟在红月作用下 一跃成为了七十级的 发狂鬼童子 苏杨懵了 王德发 原来红月的作用这么猛 简直让我老龙落泪 吓人了吓人了 大黑龙变成人类身体 庸闯鬼怪副本破败福体 天空竟突然出现 几十年难见一次的 诡异红色月亮 于是副本中的 五十多级小怪鬼童子 竟在红月的作用下 发狂变成七十级的 发狂鬼童子 瞬间发狂鬼童子 力道大增 一根舌头都能甩出 大象全力一击的镜头 更恐怖的是 恐怖的 他们长得实在过分恐怖 苏杨竟感觉像在 噩梦中被厉鬼追击 慌忙间苏杨寄出谋认 但即使两个鬼童子 被自己干掉 苏杨还是害怕地捂住眼睛 苏杨看着手臂上 恶心的鬼血 脑中传来系统提示 因宿主被惊吓 当前散值减时 当散值从一百减到零十 宿主将永久陷入疯狂状态 请宿主小心 苏杨沉默 当初自己得到 未知的腐烂肉块时 就心生疑惑 这种连系统都未知的肉块 到底是什么生物身上的 为什么可以让吞下 他的副本包发狂 并实力大幅提升 再结合今天红月竟能影响 这个世界闯关者 和野怪的散值 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世界 已经悄悄地 被某个克苏鲁外神 给精神污染了 而刚刚的两个鬼童子 竟然没有死去 最终他们被苏杨一招 魔刃剑语 斩成鸡粉 随后苏杨斩杀 无数白骨骷髅精 又斩杀黑衣鬼娘 只是这些怪 一个比一个离谱 一个比一个恐怖 于是苏杨的散值也掉到六十 此时苏杨发现 自己注意力开始涣散 好几次都差点被小怪偷袭得逞 而且因为散值降低 法力值的恢复速度 竟也跟着变慢了 突然前方出现 82级精英怪僵尸巨人 他的体型 竟大到一根手指 都比苏杨大 那只巨手 直接化作五指山 想把苏杨镇压 吓得苏杨差点散值掉一地 死里逃生的苏杨怒了 好好好 是你逼我开挂的 瞬间僵尸巨人的手臂 竟有两道光缠绕 朝自己拖来 那竟是苏杨用传说级 幻魂式召唤出了 优越狼林 而那恐怖的僵尸巨人 竟被瞬间秒杀 苏杨得意地笑了 既非美女身相许 又非美酒为嘴边 苏杨摸着狼林 突然悟了 人干嘛要活得那么用力 于是他让两只 优越狼林当打手 自己做甩手掌柜 什么自尊面子骄傲 和骨气统统扔到了天边 终于苏杨找到BOSS的房间 而当他踹开门 却发现一个红衣女鬼 跪在一堆灵位面前 列祖列宗在上 我有罪 我犯下了太多的杀念 而今天我 苏杨一听这可不得了了 这女鬼的装扮和台词 一看就是个猛角色 然后女鬼的脖子突然变长 而我今天还要杀更多 他竟对苏杨搞偷袭 可是 我做了小狼狼 求求你饶了我 苏杨祭出魔刃总 最后一刀一定要他来 才能算圆满闯关成功 至此副本 破败府邸圆满闯关成功 掉落装备不计其数 但对目前的大土豪 苏杨来说 没有一件事能真正看上眼的 都会被挂在商店卖了换钱 而此时的破败府邸副本外 天机阁阁阁主的女儿 已经气得脑袋生出白烟 她专门趁今天红月 要来刷这个鬼怪副本 想体验一下恐怖升级的刺激 却被告知里边 还有人正在闯关 刘慈赶紧对大小姐献媚说 大小姐稍安勿躁 因为今天红月 所以里边的散兵游泳 估计撑不了多久 一会儿就会死俏俏 在消遣我妈刘慈 我要听的是 哪个工会的多少人进去多久 而不是听你说废话 你要是这么喜欢聊天 不如我把你那玩意儿割了 跟我当个好闺蜜 周太赶紧汇报说 哪个工会的多少人不知道 但时间记录是半个小时前进去的 大小姐沉思 不对啊 就算是我在红月石闯这里 也得小心谨慎 那些菜鸟应该早就被里边的怪物撕了才对 到底是什么牛批闯关者 能活半个小时 突然副本的传送门打开 天机阁众人的目光全都投向这里 苏阳缓缓从传送门走出 心说原来散除掉这么多损坏的是精神力啊 真的好累啊 真想就地睡觉 可他一抬头看到好多熟人 苏阳立刻面色紧张 我擦又是天机阁 难道他们知道大黑龙是我真身 在这里蹲我要收拾我 但那只是苏阳的做贼心虚 刘慈和周太只是见过苏阳的人类身份 但在他们潜意识身处 不知为何 对这个年轻人有恐惧愤恨和不甘交加在一起的情绪 就好像上辈子 自己被这个年轻人打死过